Hello 我是Winnie 今次是我第一次拍片去介绍我 在台湾买回来的珍礼品 你也看到了 实在太多珍礼品了 我都不打blog去逐一逐一介绍 由于我今次是第一次拍片 如果当中有说错话 就请大家多多包涵 首先就由草莓巴黎的project 说起 这个粉port就是永和三人的粉port 在台湾已经很出名的了 这个小尺寸是9元台 币一块 唯起港币两个半都不小 我买了一大堆来传播 因为我比较懒 不喜欢洗粉朵 所以我买了一大堆 方便我用来就丢 这个是中尺寸 它还有一个特大大尺寸 不过我用着就没有买 当然这些粉port是可以洗完再用的 接着就介绍这一款 这个是在巴黎草莓的特甲区里面的 80元台币一支 25元也不用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塗头发的 令头发顺滑一点 有时候睡醒 头发会很乱 又或者很不油顺的时候 我会出街前擦一擦 用头发顺滑一点 这个是暗康膏 它写着有30%杏仁酸的成分 专门对付大粒的豆豆 因为我最近生了一些暗瘡都比较大粒 那我就跟买它来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合适 跟着就买了 接着就买了Sexy Look 去黑头粉刺的 product 它是分三个套 去黑头粉刺的 第一个应该是导出黑头粉刺的 就是帮我们导出黑头粉刺的 第二个步骤就是 帮忙拔走粉刺 第三个步骤就是 收拾我们的毛孔 就是很多陀王Blocker 都会介绍的产品 我也买了来试一下 接着就是Mask 看名字很特别 这个就是临时要约会 主要是保湿成分追多的 主要是保湿成分追多的 令到我们更容易上妆 接着就是这个是最近哪个来 就是当period来的时候 暗瘡都会开始出油 又出油又多 就是这样的 这个Mask是针对我们 这个来的时候 去平衡一些油感 令皮肤不太差 没有出汤 没有用过 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是名字很特别 所以买来试一下 170台币 有10块 手信 然后这个是一个 BRA 原本我打算买一个 改善行背的BRA 但可惜它没有我的尺寸 只有一些大麻 我没有买到 所以就转变了 这个叫心肌曲线再升級 我买它其实不是为了升級 而是它说到是24小时吸湿排汗 抗菌防臭 我买它主要是想跑步时用 因为跑步时 穿这些背心型的BRA 应该会舒服一些 比我平时穿的有铁链 有铁链的那些 固着又应该就没那么舒服 所以我就买了它 希望可以帮我吸湿排汗 跑步时就会舒服一些 不太黏黏黏黏黏黏的 那跟着说完这堆 我就再介绍一下 八六小泡买的东西 因为我之后就去了八六小泡 这三支 这三支是美肌C自新出的CC Cream 是在做批评 在街上 只要点赞他们的Fan Page 便会送一支 我总共遇到他们两次 很贪心地 两次都去问他做CC Cream 而还有一支是借我男朋友Cota 去换的 这三支 没有用过 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用钱的 拿回来试一下 都没有说 这才是不好用的 也可以当手上送给朋友 这三支 这个是保艺的烤素难磨 那就是在台湾的博物上 很多人都说很好用 那就是$659台币一瓶 那也不贵的 那还有 又是很多Blocker 也很好用 所以都买一支来试一下 那希望能够好用 因为我暂时没有用过 然后这个就是我超喜欢用的 专科的防晒 那在万零元买是$88 那很难得 特别一次就会有$88的出位 那现在呢 $449台币 那为港币就$50多一支 那太划算了 我都买了两支 被存货 那接着就 这个是美发的精华 那这个是BVVYC 那我不懂得读 那我就不见头了 那我是看台湾一个Blocker 一个皮肤跟我很类似的人 又是有暗瘡问题的人 说好用 所以我就买的 那因为我 一用美白产品 就会生暗瘡 那我见 那个和我皮肤相似的Blocker 那我说用完之后 都没有生暗瘡 所以我就买来试一下 那这个就是 Cream 那是长身的精华 那 一套一套 希望可以帮我美白 因为我始终现在 暗瘡好了很多 是生了一点 不过是有些暗瘡印 那希望可以用它来 去掉我的暗瘡印 令皮肤可以白白滑滑滑 就不用整天都有一些暗瘡印 看上去就会比较滑滑 那介绍这两个之后呢 那我就再介绍这些眼线笔 那牌子的名字我都不懂得读 那我就无需欠修了 那是台湾Blocker最近很热的 就是台湾Blocker也介绍它 那就是 这个是香檳粉色 那也是 听说这枝很好用 而且很適合你画下眼前 画出来有漂亮 而且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浮夸 那我都买一枝来试一下吧 那我都没用 全部都没用 我都先介绍了 那希望这枝都真的好像很好用 那这枝就是Metala的碎粉刷 那很漂亮 它是紫色头的 那我没用过它 但是因为它实在太漂亮了 我忍不住买 而且它是一枝一枝枝枝 那一枝都不贵 那这枝就是Metala的Ionire 那两枝都是适合我的四方朋友买的 那149元台币 那我认为港元309元 那也很划算的 而且是台湾超人气 每个Blocker一定会介绍它 一定会说它很好用的 那接着就说 在Wetxn市买了些什么 那我在Wetxn市买了些什么 那我在Wetxn市买了这5枝 3M的抗酒液露 有4枝是帮朋友买的 又是说朋友推荐我用的 或者是很好用的 那我也自己买回一枝 那试一下吧 那希望也有用 那我没有朋友都不会碰我的 那接着就买了这个 Metaline的税粉 那在台湾买很便宜的 360元台币 那天卖还有800元 那我自己也买回一个 试一下吧 因为我没用过的 但之前也听朋友说 这个很好用 那我也买回来试吧 然后这个就是眼线筆 1082 那又是台湾现在 很多人都说很好用 用了去灰化 然后这个又是1028 1028的眼影 那我给它的包装吸引住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 它淡蓝色底 上面有印了很多糖果在上面 那实在太漂亮了 原本一个我不喜欢化眼妆的人 那我也忍不住买了 因为那盒真的太吸引了 那盒 接着这两支就是 DOTA Wu的 杏仁酸精华 它有6%的杏仁酸 那它的作用就是 帮我们换肤 它说到就是 天天溶 温和换肤 帮我们把不好的皮肤 换肤 换肤 即是不要 那便换肤 那便换肤 那 那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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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lomac 呢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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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說很好用呢? 我也不覺得 但買來講手信都可以的 然後這對面是光臨大批發賣 我買了廣良元的面膜 這個就是綠豆加二人面膜 亦是平衡油脂分泌 亦是適合我這些按瘡類肌膚典用 我自己也買了四塊給自己 另外這兩塊是絲瓜 廣良元也推出很多絲瓜產品 都是很好用的 我買了兩塊 始終香港沒得買 我買了兩塊送給朋友當手信 這兩塊是平價的Mask 也不知道什麼品牌 我又見便宜 買兩塊當手信 始終香港沒得買 那些Mask就是這麼多了 接著就介紹 我在台灣 10元店買的東西 這就是在台灣10元店買的 那 我在香港好想走10元店 那就是台灣行一間很大間的10元店 那我都認不住買了這些東西 那台灣就390元台幣 那真的是為港幣 10元左右而已 不像香港 香港現在都變成12元店了 DROP就是10元店了 那我買了什麼呢 那首先就有這個 這個很漂亮的眼鏡盒 一個Maskawa的Base 產物膏或前面用的 然後 皮膚器 指甲錯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袋 因為我覺得這個袋很漂亮 所以我印不住買了 然後就是這個眉筆 那我是因為它 後面的頭而買的 因為這個 頭在香港買都不少10元 然後就買了這把 小膠碟 那是幫我 幫我敷膜的 就剪下一些Mask 讓它變得比較貼近的 那 那 然後 這個是 麻油成分的Handscreme 那是放在office用的 麻油是一個很有名的 滋潤的成分 然後 這個就是 洗澡的時候 用來包住頭的 我平時在香港都是這樣用毛巾 洗澡的時候會掉 這個就應該沾10元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掉 那方便我洗澡的時候就用它 以上就是我在台灣買的片尼品了 這次介紹這麼多 下次再拍片介紹其他東西給大家吧 拜拜